口口早餐 吃喝玩乐有学问 吃喝玩乐有学问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来自台中的 非常具有品味的创业者 他的名字呢 本身就充满了艺术感 因为姓蓝的人本来就已经是非常特别 上天赋予你们非常好的姓氏 他的名字又叫大成 大小的大诚恳的诚 蓝大成先生 大成早 高姐早 你今天穿蓝衣服 是的 我从小碰到姓蓝的同学都一两个 我就觉得怎么那么棒 你们姓蓝姓蓝跟姓白都不错 你是南投人 我是南投人 所以你们蓝姓家族在南投 蓝姓家族是在南投 在那个温热山丘那一区 真的是有蓝家人聚集的之所 有的 非常谢谢 今天为什么请到这位非常有气质的 这个创业者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在台中 已经引发了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狂热的讨论 那天我在台中歌剧院的一楼 我看到一位年轻人他自己一个人坐在这个茶米店 Charming Choice这个的一个应该是你们是榻榻米吧 是不是 对榻榻米 然后呢自己就一边看电脑 然后旁边有一壶水 然后还有茶 是的 因为那壶热水是用非常非常漂亮的保温瓶 像牙白耶 对对 没有错 好美 我觉得做闹好像就已经变成诗人的样子 原来那是你的歌剧院的茶屋 是的 剧院茶屋 好茶米店的负责人就是蓝大城 你们为什么叫茶米店啊 嗯我们想把台湾茶 能让更多年轻人认识 那茶米店的台语就是叫做debidiam 对我们就很直白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我们就是卖茶叶的 其实茶的台语就是debidiam 对debid 所以你就叫做debidiam 然后你翻成英文更有意思 就是chall me 就是chall me 什么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原来茶的台语 直接把它英译成为英文的话 就是chall me 他是debidiam 对啦你自己 你好有趣哦 这是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独家的发现 是的 所以你的茶米店的英文名字叫chall me choice 这个茶米店什么时候成立的 茶米店在 茶米店已经成立六年了 对 在总店是在台中 在台中市太原北路 太原北路有一家总店 对有一间总店 然后在歌剧院一位9月30号就要开幕了 对正式开幕 现在已经 现在其实你们的歌剧院的茶屋已经营业了吗 对不对 是的 开始营业了 哇好令人惊艳的一个地方 谢谢 所以在千秋万秋当中我们非常希望能够介绍这家茶米店 因为他既有这个概念又有实践的这种这个理念 还有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对话的一个这个理想在里面 那他的顾客能不能感受到这里面的讯息呢 蓝大成还有一个哥哥是学插画的 在插画 所以他跟你的茶米店的一些 我们的一些形象插画是有我哥哥设计的 是的 所以你们两个人你是纯南投人 我是南投人 南投长大 没有台中长大 台中长大 是的 为什么要做茶的生意 好的 你的原来是学什么 我原本是学土木 但自己都小了 问题是土木长出人才 好然后呢发生什么事了 我会接触这个行业是因为我的父亲在南投县民间向辅导农民做茶跟种茶已经三四十年了 哦是哦 是的 那我的太太就是我 我在母娘在台中市叫人家烤泡茶是茶艺的部分也是二三十年 所以我们算是两个茶叶跟茶艺的世家的第二代做结合 对不过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长辈并没有都都并没有在从事商业的模式 就是实在纯粹教学的部分 那我们又很希望能把台湾茶很有文化的东西推广给更多年轻人 不然年轻人现在都在喝手摇茶都觉得咖啡 可是其实台湾茶是一个台湾在意的文化 嗯 你知道像星巴克他把那个美国人喝那个厨房里的洗碗水的咖啡那种那种传统给完全打破了 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茶米店也把手摇影给打破 当然不是说手摇影不可以存在 但是你不能够永远是一个一个摇一摇就喝 然后对身体也不是非常好 还有你不知道你喝的传承是什么文化是什么 跟土地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你专门要做给年轻人喝 嗯其实并不是说专门做给年轻人喝 好啦喝了也会年轻的 会会会会 好那当时六年前开始创业 你已经离开你的土墨的专业对不对 嗯对其实我后来有再去做红酒的事业做一段时间 哦 对那其实我们后来创业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们希望能把怎么讲呢 茶这个东西它是文化 那我的父亲讲过一句话就是说 任何的产业你只要脱移的文化 你就没有办法生存得非常久 那你走在文化上你就可以走得非常非常长久 不过是文化上 对文化才有故事 是的 文化才有情感的连结 对对对对 嗯那嗯所以你的茶米店跟别的这个 嗯像呃卖茶叶的 或说跟别的类似的这种茶饮店有什么不一样 嗯我们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通常很多人在卖茶叶 他可能是本身是茶农 嗯那他可能本身是清晰是茶参就是 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两家的专业 其实是非常风非常扎实的 嗯那我们又非常希望能够友善的对待土地 嗯友善的对待农民这样 嗯因为其实 农民在耕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是 对就是我的父亲也讲过一句话就是 你不能跟农民下架 哦好好好 对那我们比较麻烦的是我们自己体质又很敏感 我们对一些香精味精土地的化学肥 我们都会喝了就会不舒服这样 嗯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把土地先照顾的好 嗯 然后再把茶树健康照顾好之后我们再开始耕作 嗯 所以我们一定会跟农民这样去沟通 就是说我们先收耕 然后先把土地生态养到环境都健康之后 嗯 就开始采收它 对 所以你们的茶的来源是从土地开始就是气座 从土地的复原复生啊这个健康化开始 对对 嗯 哦然后呢 然后再从工序上在每一层每一层把关这样 哦烘焙 呃从制作到烘焙 到中国连泡茶 对 都有丈母娘的那个家学院员在里面 是的是的是的 哦 所以这个茶蜜店为什么在台中现在已经是很多人口耳相传呢 这个对于台中的呃观光的提升跟发展来讲 或说他魅力的呃增加呃是非常非常具有卖点的 因为喝茶变成一种呃这个文化的传承跟一种呃这个呃土地和人的连接之后 喝茶就不一样了 但是你的茶还真的比较好喝哦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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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細節我們都非常的重視 因為你一定要非常重視任何一個細節 像一個米其林的主廚 他從食材 從烹飪 從白盤 他都是每個細節都非常重視的 所以你吃到那口料理的時候 你會覺得哇 非常的驚豔 對 那我們也是希望傳達這種感受 你喝到我們的茶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的驚豔 所以你是 你是做茶飲的茶屋呢 還是做茶葉的品牌 我們是做茶葉的品牌 茶葉品牌 所以它的茶葉叫做Charming Choice 是的 希望有一天跟那個Blue Battle一樣 非常boutique的咖啡 或者是非常boutique的茶葉 這個是一個不一樣的一個發展 茶在中國人的傳承裡面 其他歷史源源很深 日本人把我們的茶道給搶走了 哈哈哈哈 不是啦 現在你要把它再用年輕化來恢復 對 屬於台灣人的茶道 對 其實台灣人我們不能還 就是我們 因為台灣畢竟茶是非常生活的 藝術的 對 所以我希望茶可以是 不要像日本人茶道這麼的拘禁 對 對 因為在日本你可能喝茶 你會覺得哇 非常有距離感 對 壓力很大 對 那我們希望 可以讓台灣茶文化的插息 文化是一個非常親近人的 嗯 那他可以讓人家 欸很輕鬆的在坐在那邊喝茶 然後輕鬆的自己泡茶 也有專門的人為您泡茶 就像 嗯 也有現代設計感 對 要不然都是老人茶 哈哈哈哈 最喜歡的是茶米店 他終於顛覆老人茶了 我們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謝謝 歡迎收聽 Coco早餐 好 我們的這個茶葉是台灣人很重要的飲料的來源 它從很便宜的這個十塊錢一瓶到這個幾百塊錢 這個或者說幾萬塊錢一斤都有 那怎麼樣把茶啊做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今天我們請到的茶米店 Chorming Choice的負責人藍大成 他應該是很成功的跨出了第一步 好大成你告訴我們 就是說你們在劇院茶屋嘛 有一個茶米店的劇院茶屋 是的 各位走到一樓其實他就是在在窗邊 角落沙龍 角落沙龍 非常漂亮的 你的那個整個的總店跟劇院茶屋的設計風格都是如此嗎 不太一樣 總店是在吧台 在吧台喝茶 在吧台喝茶 對 哇 好酷喔 那可以手搖一下嗎 也有啦 如果你有要求的話我就特挑給你這樣 是的 是的 所以你跟你的太太兩個人現在都投入這個Chorming Choice茶米店 然後他們的整個的Logo商標的設計啊 還有很多的說明都是哥哥茶化家所做的 是的 所以這堆兄弟 然後加上你的父親現在還在教農民嗎 有的他現在他現在不在教農民 他現在在那個亞太技術學院有一個茶葉應用系 當系主任 就是在教人家怎麼做茶這樣 是他是理論跟實際都非常非常的貫徹嘛 對對對 做茶很困難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各的店的這個所開創的一個一個企業文化或是說一個茶屋的那樣的一個形象太年輕了 嗯 對 嗯 那是跟老人茶對比啊 哈哈哈哈 是的 是的 我還覺得很棒啊 嗯 那那太年輕其實是你的目標 嗯 其實我有想把他做的平靜人這樣可以讓人家簡單的踏入 所謂太年輕 嗯相對啦 就是說你要不要形容一下 因為這個對我這個外行人在旁邊看而已 你當時的設計的重點是什麼 你的茶米店 嗯好的 其實茶米店跟巨人茶屋是分別是不同的概念去去設計的 嗯 茶米店我是希望他可以像是你去一間單品咖啡店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喝到任何的單品茶 是 然後都是由我們非常精挑細選的 然後我們會跟你解說的很詳細 嗯 去引導你的味覺 就是欸前段的花香到後段的果香 到上顎舌面回甘回香的味道 我會很輕一直引導你去喝到它 像喝酒一樣這樣子 對對對 因為你一定要知道這個啊 不然你喝茶就沒有意思啦 對 不然你就是喝完哦好香 欸沒了 哈哈哈哈 對 這是茶米店的概念啦 好 那我們在那邊就是除了茶葉之外 還是會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像精品咖啡跟酒 那也是一樣會讓大家去 品嘗到不同的味覺的體驗 其實只是因為為了這樣子 茶米店 嗯 這是在總店是在台中的 太原北路 太原北路上 對 哦 剛才他提到咖啡跟酒 是你茶米店 也有 酒你曾經做過紅酒的事業 是 對 沒錯 所以你的舌頭跟別人不一樣 哈哈 沒有啦沒有啦 所以咖啡你也懂吧 嗯 嗯 略懂略懂 是的 是 所以一個 好 那我想我們很多聽眾朋友 大概每天早上起來都要喝咖啡 很多人是去咖啡 因為不喝咖啡會睡不著 或者說很多人喜歡喝茶 是 對不對 那很多人是用手搖引 過過過過一天24小時 對 還有人是紅酒的愛好者 對 可是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 嗯 嗯 這些 這些飲料 它的背後當然有文化土地傳承的故事 可是我怎麼樣讓我的味覺跟它連結咧 嗯 其實你可以喝得出來它的靈魂在哪邊 這樣講好像很兇 很抽象 對 那我用比較簡單的來講好了 茶跟蔥酒跟咖啡 我們在品味的東西就是兩個東西 第一個叫風土條件 它是 風土條件就是這個地方的微型氣候 它是哪裡來的 對 哪裡來的 因為像美座山都美座山的山頭器 那可能我們可以講說 這美座山的製造都不一樣 這美座山的北風都不一樣 來自的風向都不一樣 這美座山的土壤都不一樣 所以它種植出來的品種 它的香味特色都會不一樣 哦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喝咖啡啊喝酒 或者說喝茶都要知道它是 產地在哪裡 產地在哪裡 哦 風土條件不同 對 風土條件不同 那再來就是工藝的條件 工藝條件就是像說 除了烘焙之外 還有在製作的階段 就是像咖啡的話 可能你可以簡單的講說 是像水洗跟蜜處理的階段 那茶就是在於 發酵揉捏跟乾燥的階段 哦 那這個階段其實是 發酵揉捏跟乾燥 揉捏 對 揉捏呢 用手的 不是啊 用機器啦 用機器啊 對不起啊 發酵揉捏跟啊 這個 跟乾燥的過程 乾燥就是我們普通講的烘焙嘛 嗯 其實正確來講 可以把它分成兩塊 一個是乾燥 一個是烘焙 哦 就像你 你的菜 你要先煮熟 再調整你的風味 是一樣的 所以工藝的階段 不一樣 就分辨出不同的風味了 對 就分辨出 你可以分辨說 這個茶可能 它的發酵程度比較高 所以它水果的香氣 比較亮麗 嗯 它可能做得比較輕柔 如果你比較輕柔 它想把它的乾淨度 保持下來 所以我們就會 就比較清新 對 比較清新 比較清澈 嗯 對 那我們是希望說 你可以在這些風味中 找到自己喜歡的 因為畢竟 每個人喜歡的口感 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嗯 就像我喜歡吃上海菜 可能喜歡吃台灣菜 哦 對 每個人的 我覺得體驗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 你的意思就是 每個人可以嘗試 他自己的 分辨的能力 對 有一些完全沒有分辨能力的顧客 到你那邊去 找了之後就有這個能力了嗎 可以的可以的 親愛的蘭達成先生 對 我們會慢慢的引導他 所以你自己在吧台那裡啊 嗯 對 我在吧台 太原北路的 你自己在吧台 對 然後那個 劇院茶屋呢 哦 劇院茶屋的概念又不太一樣 我們就是希望他能夠讓更多的人能真視察這個東西 劇院茶屋因為他在角落上 他跟整個的劇院的設計是相配合的 是的 這個劇院是 呃 取牆形 而且他 對 他的 連牆壁都像流水一樣 對對對 而且還是白色 是白色的 哦 對 所以我們用了榻榻米跟一個鐵件去做出一個茶屋 然後還有在 在窗邊 我們是整篇到四層樓的落地窗這樣 對 非常挑高 非常美 啊其實就是坐在塔塔米上的窗邊嘛 對 哦 那你是希望大家認識 認識茶 對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認識茶 然後去認識說 呃 為什麼這個茶它是這麼的豐富 嗯 對 去多多認識這個文化這樣 嗯 我看到你們在櫃台上面有好幾種茶的說明 對 對 台灣的茶 你們所契作的呃 農民就是茶農的對象 對 有幾家呀 呃 目前 哦其實目前大概有四五個 四五家 四五個 對 四五個 都在中部嗎 還是 呃在中部 對 呃 在新鄉 嗯 嗯 那 你剛才說囉 連那個土地的富裕 你都一起參與 是的 到後來採茶 工藝階段 對 換句話講 風土條件跟工藝條件 都在你的 呃 掌控當中 也沒有到 我沒有到那麼厲害啊 因為我們 我們其實 呃 我們都要跟茶學習了 哦 對 所以說我聽說連你的冷泡茶都很都泡的非常有經驗啊 什麼 對 要泡多久的時間再放冰箱啊 是不是這樣 然後成分如何都是你自己研究的 對對對 嗯 什麼樣口感 它的丹寧是適中的 什麼樣口感是最亮麗的 香氣的飽和度是最好的 嗯 都拿捏得非常的好 嗯哼 那我客人如果去的話 那在 我看到據說有年輕人自己泡茶嘛 嗯 對 那他自己泡不就是把這些風味都 嗯 其實還是 個人化了嗎 哈哈 對啊 其實還是會引導他 引導 對 就是我們會先幫他 呃 我們那邊是這樣 就是你在窗邊喝茶 就是呃 很簡單的茶水費兩百塊 然後我們就會幫你準備一套茶具 好 那我們會先幫你沖泡出第一泡茶湯 就是我們希望你喝到 第一泡叫什麼 第一泡 第一泡的茶湯 嗯 好 對 那可以喝嗎 可以啊 可以喝 可以喝 哈哈 茶美店都負責任 蠻大成績 免費教學啊 好的 那我們會跟他講說 那如果你希望喝到 輕一點的味道 或重點的味道 你在第二泡的時候 就可以去調整你的沖泡時間 嗯 嗯 對 就charming choice欸 嗯 國際之間有一個品牌 其實他茶裡面也有這個choice 這個字好像 嗯 我忘記好像是有一點啊 不管 charming choice 實在太聰明了 我們就叫做 茶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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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茶葉的意思 對 茶米是米南話 台語好美 因為他那個 碾柔出來之後 好像是跟米一樣 就像一顆一顆米一樣 是不是 對 所以叫茶米 然後這個茶米店的 藍家的第二個兒子 這個藍大成 呈接了父親跟岳母 他們的事業 就成立了茶米店 已經有六年的時間 六年的時間 你們的下一步發展是什麼呢 這個charming choice 這個品牌 嗯 嗯 他必須有一個很大的行銷 你看那個星巴克在那個 Spike Market 嗯 在那個西雅圖 還有那個 Blue Bottle 很厲害 咖啡他在 奧克蘭 我到了那個總店 那個總店看起來不太像個 世界名牌 真的 所以 真的你自己也可以發展啦 所以你的charming choice 品牌發展策略是什麼 嗯 其實我們最初衷的想法 就是我們希望讓每個人都可以喝到很純淨 然後又正確的茶款 嗯 那這個茶款他可能是對農民是友善的 嗯 他可能是對環境是友善的這樣 嗯 對 那我們希望說 嗯 那你知道what the difference 嗯 different 那個 嗯 其他的品牌呀 嗯 對不對 對 那其實 你可以看到紅酒跟咖啡 他其實在產地的概念跟資助的工藝上 他是非常透明的 嗯 對 你可以在很輕鬆的在他的標籤上 看看他 我怎麼做的 什麼樣的年份 什麼樣的產區 嗯 它的價格是有第三方的價格 第三方單位去制定他的這樣 嗯 那其實我們也希望茶可以把它做的很透明這樣 哦 做的很透明 哦 就是有履歷 對 其實現在新一代我們訪問過好幾位 哈 做茶的年輕的時代 嗯 他已經在老人茶或說在索搖影在那個大家非常泛肢的這個 這個茶的這個呃工藝的或者是茶的文化世界裡面走出自己一條路嘛 所以年輕化還是你的目標 目標 年輕的顧客他們都怎麼回應你的charming choice 嗯 茶米店 他們覺得說哇我真的沒有喝過這麼好的茶這樣 是啊 對 對 範圍應該很重要 範圍很重要 就是善待茶還有有茶米店呢 負責人這樣子告訴你茶的學問是什麼 是的 哈哈 所以茶跟紅酒跟咖啡一樣 他其實是可以開課的嘛 你爸爸還開課 嗯 對他有開課 然後然後岳母還教執照 啊你自己現在是茶米店負責人 我們希望你的charming choice可以做成世界品牌 感謝你 一定會努力的 聽到沒 藍大城 加油 茶米店 charming choice的負責人 對